第十四招 SEO不要只做首页 有很多人都會忘記 網站可能有好幾個頁面 但是我們做SEO的時候 好像常常只優化第一個網頁 就是網站的首頁 那其他的內部網頁我們都忘記去優化 所以如果是一般公司網站的話 我們一般都會分成好幾個頁面 譬如說每一個產品都會有一個網頁 那記得每一個網頁都要做到 包括剛剛以上講的那些關鍵字的 的一些插入 或者一些關鍵字的超連結 還有一些 跟別人互聯的一些特性 譬如說別人的網站連結到你的網站 不一定要連到你的網站的首頁 可以連到你網站的某一個內頁 這是很重要的 每一個內頁都要做到平均的曝光 那你的網站SEO才能夠整體的拉高效果 那第十四招 SEO不要只做首頁 因為網站有很多個頁面 每一篇文章你都可以做SEO 如果是以部落格來講的話 你一篇文章就等於是一個網頁 一篇文章就等於是一頁網頁 所以每一篇文章呢 你都可以把那篇文章裡面的關鍵字 你喜歡的關鍵字加上出體 把你覺得這個關鍵字呢 可以有更好發揮的文章的話 你可以把超連結到更好的文章去 這個都是好好的把你的每一頁的SEO做好 還有就是剛前面所講的那些 H1 H2等等的那個header 就是你的文章的段落先名 段落分明 每一個段落的第一行都要加 都要變成H1的那個title出體字 讓搜尋群知道說 你這個文章的架構非常清楚 讓他知道說什麼是重點 而且每一個內容頁都要 你想要優化的一些關鍵字 這是寫文章的時候必須要謹記這幾點 然後呢 內容頁面盡量不要一模一樣 尤其是文章開頭的100個字 至少不要和其他網站頁面相同 我就是剛上一節有講到的 要注意自己的文章不要跟別人一樣 假設你今天真的沒有辦法去寫原創的文章 那你去綜合別人的文章也好 但是不要一模一樣的造鈔 這個是很忌諱的 文章如果不是原創的 那搜尋群其實他真的不會很喜歡